说的话其实可以有可能有分解一套的嘛 也有可能 或者是有阿哥斯这样的话 就是海鲜贼这种背景 也有可能 好久没有见这个 这个猎人四个一 好像有点 有点厉害 有实力 但是这两个全面斧打盗贼的时候 他打其他的东西 就算人家英雄技能点掉 他也是一飞换两飞 但是盗贼就不一样 顶多是多卖一些血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 我觉得不如上 上个小老虎加一个一二吧 是的 这样是可以尽可能的去保留场上有随从 那如果是选择上两个一二的话 这边 其实也不亏什么 撞个刀就行了 或者是干脆两个怪一撞 然后上一个二二 感觉还是要场面最大化吧 感觉是不是剩两个一二好 因为如果是上一个一二加老虎的话 对面肯定是把两个老虎换掉 然后给他留一个一二 那留一个一二的话呢 好像也不厉害 而且二飞的时候不能配合 和那个二三二buff 是的 二飞的时候就得出两个一二一 这里确实要仔细思考一下 选择太多也是一种烦恼 而他手里因为有狮子的存在 就硬币交了总是很心痛 他选择了一二接二一 是的 这样吃二一的话 很大概率能碰掉一个一二 不过人家 哇 他竟然还有鲨鱼加佐 但是这里就可以一个去蹭一二 然后一个去蹭二一 然后转到砍就完了 对 可以全解了 他选择上一个 是的 这个fire bite 如果不解的话 就是一个打脸 然后一个去装二一 然后再下一个二 可以压对面的一二 反正那个一二又不是野兽 所以留着他也没什么关系 是的 上掉二一 看看是切刀还是上这个礼品 他选择切刀 这么看的话 这盗贼是一套快公贼 他还大一家族了 是的 快公贼打猎人的话 就看前期能不能 什么贝斯军期抢一下节奏 然后给一个怪贴贴冷血抢脸 然后就是跟猎人比快 是的 这边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盗贼的话 军期看有没有被刺能去combo上 如果combo上把对面场面全解干净的话 还是胜率挺高的 嗯 是 不过 对面是没有硬币了 所以这符合即使不接野兽也没关系 只要在四个之前接完就行 这里就上一个沙库尔 然后砍掉一个老虎 下回合可以上一个R2 再砍掉一个老虎 是的 那这边沙库尔还是还算还算可以吧 因为毕竟对面只有三费 三费的话 还是比较能接受 有没有 啊放偶比较差 其实 嗯 嗯 这里就提把刀吧 嗯 因为下一二一加射箭 是的 嗯 太亏了 反正下回合他是一定会拿刀去砍沙库 那不这回就把刀提起来 先别砍 对 可以先挂着刀不动 要不然你一个firebite加射箭实在是太亏了 是的 节奏也比较差 然后你场面其实也没有很好 那就是下回一定要提刀 那还有下回会会卡一费 对 哇 这个真的没必要感觉 看墨西哥的 墨西哥的选手这里看不到他们的讨论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这样 互相激烈的讨论 看上面的选手就是老是在争论 看来各有各的想法 真的要上这个firebite吗 感觉不太好 那上这个下回会还不是要提刀 提刀就很亏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场面有概率能留住怪 对 但是还是比较难 这边应该会先去撞一个 看看有没有什么 能解场的牌 先去撞一个野兽 对 毕竟 哇 这边很一般 可惜没有奥米 也没事一会再偷一个就 他觉得这游戈解不了下 如果再偷一个奥米还能打个combo 这边可以先去上一个二 然后转刀去砍掉这个21 是的 一定要尽量保沙库尔的血 这样对面必须要额外交一张牌 才能解掉沙库尔 是的 或许或者暗影部拿回来 然后军齐解掉一个 然后再去上沙库尔 嗯 这样也行 这样是一定能保沙库尔 毕竟是个隐身嘛 是的 感觉也不错耶 这么打 这么打好像好一点 这样打就是保了两个随身 嗯 是的 但是他可能想摊着这个暗影部 去配合火车王这样强力的斩杀 而且这里只要不喷到R2的话 哇 打脸 没有喷到沙库 那这边应该提供了吧 提供卡安然后卡碎了 是的 这个有点伤 5飞的时候可以选择3加2 6飞的时候上狮子 这种快攻贼应该是没有带 蒙棍的 对 而现在盗贼因为前期一直砍来砍去 现在只有20去了 20去 其实还算相对比较安全 虽然现在很安全 但是 他没有建立场面的优势 对 他现在也没什么场攻 他没有什么威胁 很有可能会被猎人抢死的 但下一回合基本上是可以把场面就做得很完美了 是的 下一回合 只要不太亏的话就好 猎人 哇猎人不想解了 就是要抢脸了 嗯 嗯 这种打法感觉还不错 嗯 但是 沙库尔这始终是个隐患 谁知道给他过到什么牌 哇这边还有老虎 那我觉得 这个 那个加刺骨好了 嗯 嗯 沙库尔先看张牌吧 我觉得上 上炮 上这个犀牛也可以 我觉得就沙库尔先 对沙库尔先看一张 嗯 如果是撞一二的话 那就是考虑上犀牛 如果是打脸的话 那就是考虑三加刺骨 对 先看一下 呃 这个一般 这个 是 但是因为 这个到底自己带了老虎 而且还偷到了野兽 他的犀牛 如果解不掉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但是猎人未必会解这个犀牛 他也不知道你偷到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呢 对 而且 而且解了也不是很亏 毕竟 伤害也打在了怪神 没有打在脸上 就看这里 盗贼会不会选择用脸去砍 他应该不敢了 不太敢了 对面抢先 那这样猎人就 提个弓把犀牛砍了 然后 射一件 是的 这样最稳了 哇这两个放狗其实挺差的 非常差 感觉盗贼可以转型成一个猎人了 下一个回野兽直接冲出去 冲完了不行 再来个恐龙鞋 虽然没有费用去打这个东西 这两个野兽其实还可以 重逢大老虎还是挺给力的 是 这个 537的大猩猩 他在打怪的时候 还可以对脸野造成伤害 是的 这边 这边 国夫翻译好像是叫金手指努比克 这个 确实 这这张牌出现的比较少 现在有很多就是冷门的牌 大家都没用过 除了在竞技场里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呀 猎人没有没有解析 因为他觉得大猎 啊 他觉得也没办法 毕竟 是这样的话 他手里毕竟两个放狗 只抽个杀戮就赢了 对 嗯 这边应该狮子走脸了 来不及了 冲老虎吧 这边要神抽个冷血感觉还不错 对 哎 冰洞 但冰洞没有用 他这个会一定要打老虎的 不打老虎这个差太远了 他可以选择3加3然后挂一个冰洞 然后再向军亲 但是感觉还是不如穿老虎实在 对这样的话 而且对面是 现在没有怪嘛 下一回合是不是有机会杀 就怕输 下一回合应该是有机会杀的 暗眼部把老虎拿回来 是3费加刺骨加 呃 14 是 应该是有 好像不太够 好像费用是不是 费用好像少一点 我再算算老虎拿回来是 再算 需要转个刀 啊够了够了 下回合只要场攻是 场攻不解的话是 已经死了 但是 但我觉得意大利选手 至少会解一个沙库尔吧 不 我觉得他既然 那么多合同没切 现在是不是也不解 我觉得没必要吧 还是解了 放狗的话 放狗加射箭 然后 一个狗解总是赚的 说提刀解的话不解就不解 对 放狗解掉一个沙库尔 两个打脸 然后 就是 弓加上射箭传脸 这样的话是应该最好的吧 下回合放狗基本上也是赢了 只有五十了 嗯 这篇墨西哥选手不能再 再扑怪了 再扑怪就没了 算一下 他是三条狗会死 如果场上三个怪 挂一个冰冻就不会死 对 场上三个怪加一个冰冻 其实还行 但是他要需要把这个狗都解掉 我觉得上金克拉冲一个 然后犀牛解一个 然后 然后挂个冰冻 然后挂个冰冻 老虎走脸 这样看起来好像伤害是最高的 对 对 下回合可以按一步 就是他下回合是可以叫杀的 只要这个河不死就行 那不死的话 杀戮跟刀肯定是没办法防 对 防不了 就是一个放狗的问题 一个放狗或者是有一个冲创的怪 对 所以一定要挂冰冻 省得他出个猪 冰冻是一定要挂的 那就金手指 金手指 金手指解一个狗 还能打脸 还能打下脸 这样的话下回合还是掉杀 没时间了吧 这是什么操作 这是什么操作 他为什么不用犀牛去打脸 然后要 就是不用犀牛去解狗 要用老虎去解狗 然后犀牛要打脸 然后还给对面留个野兽 他觉得这个野兽可以冻回去 那冻回去不知道他可以重复吗 这是什么操作 这是什么操作 这是我没有看动 是的 是的 这波真的 但是 这边抽到了这个雷鸣伺候龙 雷鸣伺候龙的话 是 只有一丢丢的概率不可以打 概率比较低吧 加一加一 然后打加攻 风怒 只有三张牌是可以打 就是三个效果是可以打死的 所以说九分之三 粗略的算一下 也不是九分之三 他是十个里头选三个 对 十分之三 差不多概率有六七十 总是有概率的 反正他这个操作我是没有看懂 最后这一波 是的 这波可能是考虑时间太久了 这也就是说 很多人在一块交流的一个弊端 各有各的想法 各有各的想法 对 肯定是我想叫杀 他想放放狗 这个又想放杀路 那个又想跑 对 大家打起来打了一头 后来烧绳子没办法了 然后烧绳子打一动 就炸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是恭喜意大利选手 是先下一场 猎人是赢了对面的暴贼 下一场居然有树士 对 树士竟然久违的登场了 他可能是这样 他对面不是德鲁伊跟树士吗 他觉得对面肯定会上德鲁伊 然后多半是个清玉德 对 清玉德打这个法师的话 可能是比较占优势 对 但是打树士 他多半是个铺场的棋牌园 这种类型 是的 那棋牌园打德鲁伊 还是有一丢丢优势 是 所以 本来职业上是克制的 但是因为强度太差了 对 所以这个棋牌园也有机会吧 知道版本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使用棋牌园 棋牌园糊起来 然后清玉德不要太糊 还是优势 对 就怕清玉德糊过头 现在清玉德科技有多 清玉有多 还有一个要命的848 而棋牌园这没有利贷 没有斩杀 棋牌园现在 斩杀手段确实是太低了 就一个大哥 或者是 他可以组一套就是偏防守的术士 对阵如果台对面是一个快功德的话 他也可以拿出来用 因为偏防守性的术士 其实比较好组一些 但是 偏防守型的术士 没有奶 没有雷诺 是没有雷诺 防护过来 只能靠地环或者是22网语这种去奶 那怕是还不如兵法 还不如法师 就是这么一说 我觉得还是大概率是通常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动物园大清玉德 对 大概率是这样的吧 果然 哎呀但是对面是一个快功德 快功德 快功德对这动物园来说 我感觉可能还是动物园优势一点 这只要有前期有个激活动物园就炸了 而且快功德是先手 这个快功内战就是先手优势巨大 对确实 而且动物园如果猜对面是清玉德 他在上动物园 所以他就不会留这个红火 如果他知道对面是快功德 他就会留红火 但他猜错了 然后他把对面完全当成清玉德打 然后就被对面一个 尼飞上个杀手鞋打工 你想对面上杀手鞋 他这里顶个恋爱小鬼 看起来很厉害 然后人家贴一个片 白鸡把它吃了 没有一费上两个呀 上那个恋爱小鬼加上 加上这个长毛村民啊 是的 然后对面上一个贴过来 这边至少能贴掉 就怕他抽帕奇斯 那个抽海盗 就这个就这个海盗 是的 然后下回就炸了 下回是炸了 这个动物园根本打不过快功德 动物园现在铺场职业 铺场的快功里头最弱的一个 是 根本不扑过别人 而这个快功德是铺场职业力最强的一个 下回合直接拉住法基斯加一加一 然后一吃炸了 是的 那这边应该是练艺小鬼加 根本不要不要的 还是练艺小鬼加专门村民 加村民啊 村民的话 下回肯定能炒留个怪 留个怪就可以 配合叫嚣 然后加蓝胖 对 叫嚣或者是飞刀也还行 但是只要德鲁伊不瞎打 动物园还是炸的 确实 真是心能好 没出来一趟 关键是他这个职业吧 刚出场 我从首排可以判断 他还没有出牌 我就觉得他已经炸了 就很惨 这边难道难道不跳吗 不跳的话 不跳贴个贴一个贴个皮 他贴个皮就炸了 他觉得下午也没关系 下午可以飞刀 他觉得下午可以飞刀加蓝胖 自信把这个自信飞死 啊 特别稳 也行吧 如果非要这么搞 也不是完全不行 什么蓝胖 蓝胖就是 蓝胖就是 他就是贴个皮摆吃他的蓝胖 然后练小鬼能跟他换掉 但是他二飞就是 下一个飞刀 先手战飞刀 那这边就是海盗加上 预连遗迹记了 是的 免费把这个一三吃掉 蓝胖吃掉 然后场上占了三个攻击频率 于而动物园这里只有一个 对三个两场攻的 而且对于动物园来说特别难受 而且他下回合二飞的时候 出飞刀就是裸下就是送 然后出叫嚣也是裸下也是送 对 基本上 就很不好 这里不能出蓝胖呢 这里必须出着魔村民才有一战之力 对 但是着魔村民也是 基本上也是会这么减 但是稍微好一点 是 那也差不多感觉 都差不多了 着魔村民也是两个疼 是的 那这边只能上飞刀吗 这里就放一个二三卖一个飞刀 不然 然后赌下回合对面什么都没有 拿二去跟他的飞刀换掉 然后他在飞刀加村民把那个二一飞死 对 然后对面还什么都不能有 这真的是难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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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拿四四撞吧 那就四四去追二 对 保一下帕奇斯 反正这个数字一点补到能力都没有 就很快 那看这个飞刀能不能飞中这二一了 一手龙 有点弱 飞不中就投了 飞不中 还可以玩一下 那 怎么样呢 哇 炸了炸了 炸了 那 一去把飞刀一撞 然后变形成规上一个塔斯丁波 可以 然后下回合活体法力一出谁与中锋 术实除非掏出一个地狱烈焰 不然就自己退吧 差不多了 就是走好不送 嗯 现在的恶魔之路好像是退环境了 嗯 这个 野兽属性的塔斯丁波 还可以啊 这个没表解的 他如果求稳的话把他撞出来也没问题 反正 场面只要优势 动物园一点 我觉得没表解 一点翻身的余地都没有了 可以解就解 可以解也可以不解 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悲惨的剧 对 嗯 越说越心酸了 嗯 网语吧 网语呗 网语吧 能占一个是一个 然后最好来个加攻加一加一这样 再来个网语吧 嗯 也行 对 那出四个 但是两个飞刀都死了 飞刀死了 不然这波飞一飞还是很强 但是对面 火蒂法利出几个飞刀也拦不住 对 火蒂法利这张牌还是非常给力的 太难了 看不下去了 这四二百一一吃 然后三五走脸 火蒂法利招满场 舒适怎么办呢 舒适的瞬间拍两个海剧人 下回阿古斯一起 我只能这么编 反正 只能这么编 这故事好像编不下去 虽然我看他这个构筑就知道他没有海剧 是啊 他这个 他不会是想吓五八八吧 五八八也可以啊 把对面就留着剩一个四四死又死不了 过又过不来 然后五八八踢掉 五八八的话 我怕飞刀 飞刀死 那要不要把这个 一一吃的 一要吃的 最少表面上你不能把我这个剪了 怎么都剪不了 就一个攻击频率 这里就算是阿古斯架一下 这叫肖子得用了 没什么用 叫肖加上这个夜色阵 是 然后对面 需要一个阿古斯 有没有阿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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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了 有咆哮 应该是已经赢了 横扫的话 还差一 可是他如果很下心来 用四一去撞那个 四一 然后 变脸先咬一下 夜色阵 然后四一去撞人家四一 然后一发横扫 大杀四方 八八踢一脚脸 树式下落 只能又被踢一脚脸 就踢傻了 对 对 因为场面上一点都没有 而且他还不能抽 抽了就死 不抽也是死 没有用 那就是说还要保四一 这样也可以 就八八踢下这个夜色阵 然后变脸去解了这个四一 然后横扫早脸 也行 可能反正德鲁伊的血量都不强 而且这样的话 其实伤害是不低的 因为横扫早脸和那个 追一打脸和八八踢一脚脸 是差不多的 是的 都差不多 反正下落 树式就没了 是的 那这样 没了 抽一口可以跑了 真的弱 树式是真的弱 为什么要用树式 这有个法师可能就赢了 是的 但是他推断的是 对面可能是青玉德 对面是青玉德 所以他就选择了用这个动物园 来counter这个青玉德 嗯 然后反而被counter了 所以很爽 动物园完全打不过这个 野兽德 除非野兽德 骑手天崩地裂 卡两个几乎 我一分还不能出怪 那四个职业都可以教打他 就也不需要上树式 嗯 那这样的话是 意大利选手是2比0领先了 哎不要用树式嘛 树式真的是 小子 树式真的这个版本来说 真的是比较伤 你看看学习一下其他 晋级的这些队伍 你看他们什么时候要 他们都不上树式 对啊什么时候要树式了 但是那些输的职业 输的队伍也没有上树式 也是 是吧 对 他们这个非要尝试一下 树式 那这样的话 下一回合是Snowman 我竟然懂这个英文 对阵这个 这个 这个战士对阵德鲁伊 战士对阵德鲁伊的话 还是比较奇怪 就是清玉德和快攻德 海盗战和防战 对 他们形态各异 而且差别很大 而且就是很奇怪 你看防战打清玉德 打不过 对吧 海盗战打清玉德 打得过 对吧 然后海盗战 打快攻德 对吧 打不过 但是海盗 那个防战打快攻德 打得过 就很奇怪 是不是 就只要是 就这两个职业最大的优点 就是他上了以后 让别人很难留牌很难猜 对 不像法师管你是什么形态的法师 我骑手找小斧子就完了 是 这确实是这两个职业来说 算是这个版本来说 职业形态 变化最大的 是 对 像奶棋和鱼人棋差距 其实没有特别大 就完全 呃 流牌方式可能差不太多 但是像这两个职业 确实是流牌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就是玩清玉德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不用太考虑对面的形态 他骑手找科技也可以 对 清玉德就是 比较 比较简单吧 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而且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普遍来讲 任务战打清玉德就是一个劣势对决 但是K神用实力证明了就是 可以可以赢 对吧 其实你刚才这个太子打这个清玉德 就是我奶棋打清玉德 也不好打的吧 也不好打但也可以赢 对 但是奶棋打清玉德 比任务战打清玉德要好大很多 他有 主要是有福丁 福丁和超管 对 这两个比较强 超管是这个版本来说 超级克清玉德 对 成卡比较强 不管你长得再大一个超管就能管两个 是的 这个版本感觉 你看牧师的成卡也比较强 莱拉 莱拉也比较强 然后骑士的这个不用说了 肯定是这个版本来说最强的 无敌的 对 然后其他来说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 嗯 其他的成卡我都记不住了 都不太记住 对 啊这边是海盗战对阵清玉德 嗯 从棋手来看这个 这个清玉德棋手有点差 清玉德肯定是全换 全换 那海盗战下面两张肯定换了 就是暴乱 要不要 留两个 二可以跳一个三可以跳一个 感觉也很强 清玉德解得了一个解不了第二个 我觉得要一定要留两个 这两个东西真的是 太厉害了 提起来人真的是不要命的 是的 太强了 呃 升级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 升级肯定换掉了 他觉得对面是快功德 他不敢留的 呃 那换过来其实也还好 不过换完了也是天狐棋手 换完了你看也是一二三 在打什么德鲁伊都可能打得过了 就有点怕带两个蟹的那种快功德 是的我们刚才就在考虑打清玉德 所以要留两个暴乱 但是以他的视角他又不知道 而且他们自己带的是快功德 对他们觉得对面可能是个快功德 对 如果真的是以至对面是个轻玉德的话 两个暴乱的作用真的是特别的强 这里一二三然后硬币跳舞 德鲁伊就要满 是的 这边还好有一手愤怒 但是问题是他下回合是绽放的回合 但是他可能要被B要打分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要打愤怒 要不然这个船长 如果正常来讲 也不一定 因为他有一个5的存在 不然我就会硬币跳船长了 对 但是他可能是觉得我一二三 然后硬币跳 硬币跳舞 而且对面如果有写牌的话呢 就先会截我那个33 然后我再出船长 对应该先上一个这个雪翻海盗 那就先上一个雪翻海盗 而且刚才是德鲁伊变连咬掉了一个E 如果是两个E的话 感觉上船长就很厉害 对 现在只有一个E就算了 也没那么强 对这样的话一个33的话 也是基本上跟这个船长的作用差不多 是的先去上一个33探探路 但缺点就是千语德这里就可以打绽放 然后下回合再分动掉船长 对 才能变连咬帕奇斯 嗯 倒是也还好 这边武器可能要稍微留一下了 留一下吧 医学瞧来瞧去也没进 嗯 这边应该是绽放了 绽放 他如果非要打愤怒的话 下回合就得打红嫂 那还不如先绽放再说 还是需要绽放 反正海盗这回合解又解不掉 对 解不干净的话 还是要打一手绽放 因为毕竟下回合费用可能就舒服的很多了 他这回合先打绽放 下回合可以滋养再跳肺 然后再打愤怒 是的 但如果他这回合 只要后面摸到一两个随从就可以了 或者这回合选择打4把那个33解掉 下回合 那我觉得太拼了吧 对 加8甲呀 加8甲还是稍微留一手 加8甲再受个三伤一来一去就是11选没了 打海盗战有几个十一学可以帮他挥霍 算了算了算了 忍一手风饼大门 忍一手海阔天空 就打一个绽放爱谁谁吧 对 这一回合你确实没有必要去解对面的场面 那这边一个船长 而且已经长到22了 这边一个船长然后用帕奇斯换掉 然后走脸 他也可以用那个4-4去持22 4-4持22好像也还行 这样就保一个帕奇斯嘛 而且下一个是5费 对 这样的话 虽然说少踢了两斤血 但是保了一手帕奇斯 是的 这样德鲁伊应该是要滋养皆愤怒了 对 下一手应该是硬币跳这个 这个这个船长了 随时等一个848 848太厉害了 要A吗 没必要A吧 手里有没有其他的刀 没必要A 这个轻易巨兽还不错 快点滋养分路 下一个巨兽还能变个脸 对 很重要的 每个都要变脸 而且有可能你现在跳飞的话 有可能打那个848的 是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不跳飞以后也没有机会 可以跳飞 而且滋养也没有办法去过牌 打海盗战还想滋养过牌 而且下回合感觉有可能要打横扫 是的 横扫如果他上船长的话 我们就很 再抽一个横扫打双横扫也不行 哦 反正选择很多 先把飞龙跳起来 对 然后抽什么摸什么 只要不鬼抽激活就好 这边应该是有绿皮村长 绿皮 绿皮 然后这边可以打一发横扫加上变脸 横扫加变脸 这样的话 德鲁伊感觉还是机会挺大的 我感觉德鲁伊是优势 对 德鲁伊 海盗占4费 德鲁伊8费了 而且把场面解干净了 而且这门盒很可能是到10费了 10费就算了吧 他这个手牌 有可能10费要成长过牌 要过牌的 而且就下回合9费8费 10费没什么差别 9费和10费基本上没差别 下回合轮不到下导演 下回合肯定是下636 对 这边应该是肯定是横扫加变脸结 就横扫变脸 这不可能上36给对面吃掉 那不是送吗 对 肯定是横扫先结掉 先结场 再下墙 再加雪 打海盗战是这个思路 对 毕竟有场面才可以 而且自己20费 选不重要 早晚要被打下来的 对啊 就这个成长打不打 我觉得还是不打了 不打了不打了 9费和10费差别不大了 10费的时候拿他过个牌弯 过个加护甲 对 那这边 有没有 哎 这个传攻其实还可以 那就1加2 然后 叠个护甲 他这个 这个用打击 其实可以打了吧 应该不打吧 我觉得可以留给 我想想打完了以后 是10费 打完了以后 得路易是10费 然后下个冲火车王 是有可能打死的 10费场攻 10费的话 场攻是7点 对 成功是5加刀是7 7加火车王是13 那我觉得还是打了吧 也可以打 可以考虑打 对吧 打了对 不打的话 就考虑对面有 如果有36的话 有36他就破法呀 那万一还有强呢 两个强呢 有点难过了 对 哎 848 那这一回合可能还是 36加叠甲 36加加了 36加甲 然后下个848 还能打成长 很好 是的 而且 而且是两个 两个强 两个强 两个强的话 对抗这个海盗战还是非常有机会 他这个和下36 对面一定会破法沉没他的 对 这样848的话可能会安全一些 是 而破法沉没了以后 场攻是7点嘛 7点再加一个打4 极限是打11 所以他变脸没有用 加个甲就不会死 是的 加个也 加个甲特别安全 加个甲 仔细想清楚这把没了 他们就 就可以投了 是的 已经2比0 嗯 这牌应该是要翻了 除非还有破法 哎 你说什么 哎 什么情况 怎么还这样 但是没关系 他还有过牌吗 对 还有过牌 而他这个破法 一回合一回合的破 下回合就 场上就没怪了 既然有双破法 那就 就先打一个 没什么问题 先破法呀 破法这个护甲看脸 咚咚咚咚咚咚 然后下回合再破法一个 再下回合火车王 对 除非对面真的三个强 三个强还有加甲 这种是真的没办法的 不过德鲁伊 还有三张加甲 还有两个两个强 那就是五张牌 对 但是德鲁伊的牌不多呀 你要想这样 不是 可是他21张牌 我们算四分之一的概率 21张牌出五张 大概是四分之一 然后成长能过一张 下回合能过 能过三张牌 三张牌四分之一 我也不知道这个概率怎么算 但是我觉得 不是特别下 嗯 这边如果保证血量的话 是三六去撞三三 三三去撞四三 然后打凤仙龙 嗯 然后变个脸吧 对 这样是 血量是最多的 是的 感觉这盘就算有双破法 好像也不太行 也不行 除非这一回合能抓到一把斧子 搓个小斧子 对小斧子 刚好可以去破法之后加小斧子 然后两小斧子可以打六点 加上火车狂十二点 是的 但是还是差一 如果每回合都变脸的话 那他这会是变脸还是成长 我觉得变脸好 对 成长不一定是护甲 但是变脸一定是 是的 这边 他可以神抽吗 奥金斧 这个斧子太 不用太高了 我觉得 要是小斧子就好 我觉得这回合先挂奥金斧吧 因为下回合你破法加 抽到的这张牌是 可以破法加什么 库卡龙 对 因为 反正自己也死不了 除非你再抽一个奥金斧 是卡手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战士来说 不太不太会有超过五飞的生物了 是的 或者是牌 那我觉得 我觉得是提刀好 对 我觉得提刀好 提刀或者破法这回合都打不去伤害 而且 提刀 提刀不动 撞个甲就好 下回合可以打 破法接一个库卡龙 或者接个升级 我觉得没必要卡吧 我也觉得没必要卡 这边可能是虚晃一招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卡 你卡的话就没伤害了 如果下回合 如果抽到一个冲锋 还是要沉默掉这个 然后砍脸 对 这个等于说浪费了伤害 好 已经看到下一回合了 继续砍脸 可以抽了一个小斧子 但没关系 这样的话 就看这边加基森能不能刷到一张这个假假或者是强了 很关键 哇 有没有第三个破法 这个再 有没有猫头鹰 海盗战要被气死了 海盗战真的要被气死了 一个强接一个强接一个强 不然这回合就赢了 对 其实这海盗战其实已经抓到两张牌还是 两张破法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两个破法了 你看场上这 这两个被沉默的枪 是的 但是还有就很气 那也没什么办法 这个确实是 那就真的走了 这个枪一下子不可能 除非有猫头鹰 你相信吗 我不行 我也不行 第二个破法是已经出乎我的意料 对 怎么这个人带两个破法的 嗯 两个破法确实是 可 就是 还算是情理之中 对 但是你如果你还有猫头鹰 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有点太拼了 嗯 他有没有办法把他打死呢 就是 每回合都抽伤害什么的 如果这一回合抽一个船弓 先把这个东西848解了 对 抽一个船弓把它解掉 然后 然后 但是下回合人家是10血了 10血的话 不行 哦 这个只能 哎我算了一下极限的是有机会的 比如说这回合抽个升级 然后升级先砍一刀 下回合抽个哈哈 然后把那个剩下的 4-2给撞了 然后火车王家六公砍脸 刚好会死 嗯 其实这回合抽一个船 嗯 也不行 或者这回合抽一个 这回合抽一船弓火车王家船弓去 也 去过这个墙 然后武器砍脸 下一回合再抽一个伤害就赢了 对 这是 反正他两回合都要抽伤害 反正抽的不能是暴乱 对 暴乱是没有任何用的 是的 嗯 想想想下回合抽什么是有机会的 感觉没什么机会 呃 猫头鹰 哈哈 是吧 又是一个猫头鹰 嗯 想不到别的了 毕竟两个破法已经没了 要不然 他这回合如果砍一刀 然后 一个小斧子下回再砍一刀 如果自己没死 是火车王加加一个库卡龙或者加 他两个破法应该是没有一只打击的 对 那只能砍一刀砍一刀那 反过来被人家 就他就会死 对 就没办法 只能堵了堵对面 而且 而且他这回合就算没死的话 下回合也不能拿这个脸去砍4三的 是的 嗯 然后抽库卡龙去撞4三的话 他家火车王是打9 人家变个脸是10血 还是不够 就怎么着都不够 那这样的话 这个墨西哥队是扳回一城 扳回一局 现在是2比1 是的 2比1 这场比赛还是有权力的 千语德现在对快攻的抗性 我觉得 还是挺强的 挺强的 他就是靠一个848 没有848早炸了 包括 848不仅包括 还有这个大量的加甲 三到四个加甲 就这个大力之灵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36 所以说这个防御性比较高的 但是这些的前提都是你前期必须有跳飞 对 你没有跳飞 你只是 他只要前期能有一到两个科技 然后把对面最有威胁性的生物 比如说火蛇或者暴乱 对 把这个东西解了 然后对面正常的跟他拍生物是拍不过德鲁伊的 你眼看他拍的要死了一口夹夹夹就回来了 是的 就是只要熬熬过那口气 对 熬过那个四五费那种这个最凶的回合就可以稳得住的 是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第四场对局的是来自 牧师和萨满之间的对局 牧师和萨满 如果是 哎 你发现了没 你看两位都是牧师萨满 但是一边选择了牧师 另一边选择了萨满 那可能是两位选手的偏好问题 有的人就比较喜欢牧师 对 其实从 就是抛开一些问题来说 从职业的对阵来说 牧师肯定是打萨满 优势一点的 对 牧师AOE多 对 而且他有这个疯狂药水 对阵这个牧师 对阵萨满还是比较强势的 是的 然后 但是 并不了解他们这个牧师的形态 对 包括萨满的形态 而且这个萨满如果不是铺场萨 他是那种厚一点的萨满 就可以打得过牧师了 是的 但牧师也得看牧师的形态 就是有没有 是不是翻背幕 或者是 是 控制的形态 但如果萨满是轻欲萨的话 就只要带了轻欲的 应该打牧师就很好打 对 他也会带解嘛 是的 毕竟 但是萨满有一个 有刮和退化 去对阵这个翻背幕是比较好用的 就是优势 对 嗯 但是 还是看牧师他那种什么 之前不是有一套带一样那个圣光守护者 哦 那套牌对吧 还带了带了环一波可以刷到爆炸 是 而我们也知道就是控制类型的萨满 经常就是要刮的时候摸不到摸游蚁 然后手里卡什么两个闪电风暴 两个火山喷发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其实如果控制型的牧师 比如说像龙木那种带带了这个五六龙的 或者带了四八龙 这个其实打萨满就是很优势 很优势 而且他一定会带两张龙膝 对 说不定暗影世界还能再找一个 好的 话不多说这边果然是一套龙木 是一个净化萨 龙木对这一套净化萨 那我觉得如果净化的那波效果不好 而牧师又有AOE的话 这个萨满就走了 是的 但也有可能牧师前期什么都没有 萨满扑着扑着无非是谁就走了 也有这个可能 就看牧师前期的棋手 能不能抵抗住这个萨满前期的扑场 是的 这个牧师应该会留一个33 那另外两张应该就不要了 对 436的话是一张后期的 其实拼一点33都不要留 33都不要留 有找北郡找光药 然后找痛 对找痛 找风和药水之类的 对 最关键的就是能不能处理掉火石和马桶 对 其实前期如果先站住什么北郡或者光药的话 其实也还是很给力的 而且他是先手 先手的话 下北郡可以压上满的好多手 他选择了留了这个33 他觉得三费的33能过一张牌也挺不错的 是的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对阵一个套快攻的话是比较慢的 哎 萨满这里还带了海巨人 萨满的骑手比较差的 他是骑手留了 他留了个进化 爪子也是留的吧 爪子不是留的 推化呢 推化好心 推化有可能是 我刚才看到好像手里还给他 他可能趴对面是一套那个 萨子木 对 萨被萨子木 这样的推化是完全可以 一张牌就把对面打崩的一张 是的 但是实际上对面是一套控制系列的这个龙木 而且骑手其实还不错 有痛的话 而且还有 这边骑手真的很差呀 萨满的骑手真的很差呀 哎 我们看到了小时候 这不是每周二的电视频道吗 每周二的电视频道 哎呀 每周二都迫使我早睡 嗯 失望 对 好吧 毕竟小时候我们娱乐 娱乐的设施好像比真的比较少 毕竟小时候拿那个 什么掌机都不算游戏机 就玩个罗斯方块都能玩一晚上 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银 现在这些游戏还是 现在游戏都是玩两下流的好没劲 这个游戏我好像玩过 好的那这边摸的一个314应该会揪上来了 实在不能 摇个图层 摇个图层 节奏真的好差 他摇个图层 也行 呃 这边应该是 下个三三三三三三三了 但是对面没有 没有展现出自己的是什么形态的散了 可能会选不中 有有点难 有有可能选不中 毕竟两个形态 比如说 给你一张火山喷发和一张进化你选的哪 是的 对吧 不好说 但是 哎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对吧 这个你告诉我不是青云闪电我是不信的 然后对面发现真的不是青云闪电 是个图屋 哈哈哈 哇 这个是一个防御性的萨满 也有可能啊 而且青云闪电是一张非常好的牌 他可以直接来电马桶 电火蛇 这个意大利选手可能会考虑一下 你要犹豫吗 你看前期前期这么卡手的青云萨吗 不太可能 管他是什么萨 他一定会带青云闪电 总不能是带那个蓝的那个东西 好的那这边 硬币电了他 硬币电了他 那也没别的打法 只能硬币电了他 或者选择上一个3 314 上314就是怕对面什么北郡加血啊 过个牌啊 然后buff一下呀 就很烦 对啊 上314下以后会可以打火熟 去吃掉这边的33 但是上314的话 对面 对面33就撞他一下 然后北郡拿一口还能贴个盾 对 有点炸了 只能退化了 关键是 手牌你说留的这些牌 确实有点 嗯 他很扎 他留了个进化 好像还留了个退化 他的想法就是 万一对面是一套这个翻背幕 万一对面是翻背幕我就退化 万一他是别的幕我就进化 对 然后这就是 这就是你做了很多手准备 但是 对 就是 完全达不到那个唯一的标准 对于两张牌确实都能打 但是 你又不能打得很好 我们现在就是公布卡组的比赛 我们现在看的太多了 对 像这种 不公布卡组 互相猜来猜去的 就觉得很有意思 确实 其实在版本 就是很早的路视比赛嘛 而且还是KOF赛制 在不公布卡组的情况下 都会互相猜 那确实是很好玩的 你发现其实 两边选手 或者是包括观众啊 都觉得 那样的比赛 确实很有意思 是的 但是我们也要理解 现在毕竟 不公布卡组 就存在信息不对等的问题 嗯 上直播的人 先上直播的 被后上直播的看光了 确实 他就没法打 呃 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KOF赛制 还是挺有趣的 我觉得 我 我也希望吧 其实后面的比赛 暴雪啊 或者是官方可以去做一做 是不是就KOF赛制 对 但是这是第三方赛制吧 但是我打了 我打职业到现在一年多 快一年半了 竟然一个KOF赛事都没有打过 呃 全是在征服 在就是上一个赛季的HTS 是KOF赛制 还是比较好玩的 就 我上去送了两半 呃 其实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KOF 还是 就是论观赏性来说 稍微 更好看 一个是造神 一个是背锅 跟我们赛制一输了 就是哪个职业又背锅了 显得这个人很蠢 对 KOF赛制赢了 感觉这个职业穿三了 这个人好棒 对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从观赏性的角度来说 可能是这个KOF赛制最好一点 是而且现在这种百花齐放的环境 也不是说一套牌很强很强 打不过就投了 我觉得可以 其实版本来说 你一直在打一个一个赛制的话 可能会有疲惫 会有这个看起来就是感觉 哇 我已经看了一个月两个月这样的比赛了 我现在还要看这样的比赛 但如果说你在 有时候这个月我们去打征服 下个月打KOF 再下个月打征服 你就发现 哇我感觉每一天都不一样 或者是不同的比赛就不一样 你看我们那个精英实力赛 对 就是久职业的 久职业征服 就蛮有意思的 是的 你看我觉得世界杯这个赛制 确实是比较好玩的 看来是也在尝试一些不同的赛事 对 那这样的话这边 嗯 萨满还是比较难受 这边可能直接要拍一个55了 毕竟其他选择都是比较差的 然后下一波可以上安亚 目测其他选择基本上没有 是的 我感觉这边那个萨满的盈点 完全是等这个 等净化 对 或者是等扑一波巨大的海剧 然后对面解不了 我觉得还是要等这个 这个五废的3-2 然后一波净化 是 因为他自己的轻域不太多 光靠轻域长也挺费劲的 对 单卡来说是 没办法跟牧师来抗衡 如果他这个艾雅出去以后 轻域能长到4-4 对 也挺给力 只要再摸一个轻域闪电 出来555 就是很有战斗力 这一回合 这里牧师 牧师很艰难 要不然就 我觉得可以这么打 轻域闪电电一下 然后盾给这个轻域闪电 这个1 然后再上个北军 也可以 或者他不想卖北军 就顿一下算了 北军我觉得可以考虑卖 当然也 毕竟面对一个五一嘛 五一对阵一个一三 你不换我 我可能就造出很多的这个 不可 位置因素了 也可以 反正他现在这个手牌 应该也挪不到北军货牌了 哇这个我拍 他能够裸下一个636的龙 这个我觉得挺差的 哎 但是这边 哇 哇进化了 要不要进化 就进化呀 出来一个七飞两个三个六飞 还能坑死了 上一个艾雅其实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一回合 就场面最大化 肯定是五飞加进化 是不过就怕进化出来的东西 全在龙溪的射程里 然后一个龙溪全击击 是的 就就怕这种 嗯 上艾雅的话 倒是可以 先测试一下 如果有龙溪 他就会打 是的 而且而且龙溪完了以后 出来那个东西是44 而且艾雅先上的话 可能会 就是你艾雅之后 你肯定会剩一些怪嘛 然后再把这些艾雅这些怪 再升级一下 尤其是残血的进化 就很专 我觉得艾雅这回合 可能是比较保守的一种打法 那我觉得上艾雅 来了 看看效果如何 哎 看到了7746 行了这波不亏 这波龙溪的话也是可以接受 龙溪的话就活一个41 双方 那我还是觉得萨板不太能接受 对萨板还是不太能接受 嗯 这边龙溪 要不要加守盾呢 我觉得没必要加盾 没必要加 直接把北军卖了就好了 是的 就龙溪 然后三一撞掉这个 古加尔 然后这个 对面是一个41 自己可以下一 他可以不卖北军 夏尔会打848 即使对面要治疗也不怕 我觉得卖了吧 就打个848 我觉得上北军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对面 舍不得这个41的话 可能会交一个轻易闪电 或者是交一点什么习气过爱的东西来解我这个北军 嗯 我再去打这个 就是我 我去用我的北军去扰乱对面的节奏 然后再下848 对 你如果这回合我只想去 只想着去拿848去解的话 但 很可能对面就直接拍一点什么质量比较高的生物了 嗯 但是牧师可能觉得他自己手牌 不是特别的好 他没有充足到四边都有 是的 但这样的话848其实也不是很给力 也不厉害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这个北军是需要卖的 而且这回合可能不能打848了 打848以后他就会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弄 对这个北军为什么不卖的 就是你要你卖了这个北军的话 是有很多选择这回合 对对对 不卖就只能打848 这样的话就是把你自己逼到了一个绝路上 是的 但我还是觉得这回合不要打848了 就下一个23找龙 然后打千玉闪剑电一下 是的 这边先千玉闪剑电一波 然后再电一波 嗯 也行 两发千玉闪剑把这个埃亚解掉 也可以 但是解了以后的夏克部 还是不能下848 除非他神抽一条龙 但是这个龙目本来龙也就 就不多 就4条6条的 这一回合的选择 我觉得可以摇图腾加上鰻鱼图腾 然后上一个海军人 嗯 这样的话海军人是4费 然后厂商刚刚好 费用也是比较完美 那如果能摇到法强的话 是不是 嗯 我觉得治疗和嘲讽是最好的 是 是这样可以保住自己的这个4E 要法强的话不能法强 让海军人大选 我查一费 对 那就摇图腾 然后鰻鱼加海军人算了 呃先摇一手图腾吧 看一下 是 啊 他选择314加海军人 314加海军人的话 就是说可以直接去 直接去保住一些保一下自己的海军人 是感觉也可以 保一下自己的4E 那4E打脸33要不要去解一个 不解也行 反正龙西的话那两个都会死 是的 这边选择直接打脸吗 不好吧 我觉得可以去 打脸的话就是怕一个弄瓦 不知道对面有没有打 对面如果2撞一下弄瓦 然后1再撞 走3就只剩一个海军 如果弄瓦加灭就可以全解 这边可以先盾一手 但龙木一般都不会打海军 带那个弄瓦 呃这手肯定是必须打灭的 灭是要打的 灭完了以后 是不是就 我觉得可以先打一下盾 然后可以考虑去北军哪一下22 对吧 撞一下这个14之后哪一下22 那这回合去打这个848 会不会打木光龙 木光龙我觉得没必要打 这一回合木光龙的作用不是很大 作用就是随便站个场 对 没别的作用 嗯 嗯 先下这个看一张牌 然后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龙 哇 死亡之翼 这个不用想了 不讲道理了 对死亡之翼是这个 这个 出场萨的敌人 对 而且是213找到的最好的龙之翼了 而且不吃退化 是的 哎呀 那也不用北军做 赶紧把手牌打一打 等着先出了就算 是的 这边也没有伏笔 毕竟是3一 那个213是找到了一张牌 所以是没有没有问题了 有一点点 诶 嗜血上 嗜血的话可以打多少 这边是场攻8点 8点加上 9 17 17 差一点 还是有伏笔 他应该先下木光龙再打灭 就一血伏笔他不重要 啊 对对对 是的 是应该先上木光龙再打灭 不重要 那这里 那这里 先打一个大炫窝 如果出个冲锋呢 就斩杀了 如果不是的话 也就挤到两个 反正大炫窝一定会大炫窝 哦 他想退化之后 大炫窝这样把 退化一个墙怎么办 那也行 那你打大炫窝吧 这个大炫窝肯定要打的 然后蛮鱼兔层 那就不能斩杀了 万一出个猪呢 嗯 我觉得还好没出猪 也行吧 这个法强 这个法强 我感觉没必要捡 没必要捡 对面有龙吸 怎么都是个死 只怕一手弄瓦 就相对来说 弄瓦是对伤的 是的 但是龙木多半都不再弄了 是的 但是这手如果他没有打嗜血 然后吃龙吸 他可能就扑不出来这么多了 嗯 这边 我感觉可能要打848了 忍不了了 嗯 848很安全 848然后北军盾 是的 可以 848先清一波 清完了下一波不行 就大表哥 嗯 这以后肯定不能去 这个五六去找牌 除非对面是dive 闪电风猫 而且你刚好能抓到 这个不太不太现实 是的 848完了以后盾贴给848吧 反正对面交过一个退化了 是的 在现在来说 现在是撒 他基本上不带刮的 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想稳一点的话 也可以选择 对啊 稳不稳都848了 对面真的刮了848 他随便打个试试 人都死了 对 嗯 北军也丢了吧 还有软 哎 但是还是不行 好像有帕奇斯吧 对帕奇斯还没出 嗯 六加四两个东西可以过抢 然后是8 插3 这个很难受的 这个是雪要不要打了 感觉需要打一手 插3 但是插3 打完了以后 对面哪一个 场面没了 插5 然后就得法强 轻闪电 但是教我一个轻闪电 是的 那我觉得还是先打了吧 不然848这辈子都过了 对 这个是雪 感觉是必须要打的 打完了还能再下个鰻鱼 然后 自己的 嗯 场上的怪数量比较多 对面如果 结不了呢 下一波还可以再抽是雪或者过去 就把它打到上去 我 我觉得还是要打到 打到 打到三血 他就怕这个北军 他刚才我觉得送头怪了 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残血的送了 北军又不会过牌 帕奇斯都走脸吧 打到剩三血不就完了 他愿意乃怪 北军过牌就过牌 根本就没有命的 他这里因为送了帕奇斯 然后这个东西 又摇了个治疗 会回血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暴露了 你手里没有轻闪电了 是的 然后他会 这个东西会回血 所以他想了想 又不能让人家排过一张牌 然后就忍痛把北军解了 然后解了北军又想了想 那灵萝顺便也解了 反正都打不死 好 那是这边全扑 凹印了 你凹印我也凹印 对吧 这小母牛完全可以单防 这个大表哥 单防两回合 就怕一个疯狂要水 是的 疯狂要水其实也还好 但是没关系 散满了 摇一个嘲讽 就可以单防大表哥 对 这边 他牧师抽什么 如果龙溪就赢了 痛 痛不太行 那我应该哪一口自己 然后撞一下圣盾吧 但是他撞一下圣盾 如果人家抽火蛇 圣盾肯定是要撞的 我觉得考虑不到 考虑不了那么多 对 你火蛇或者嗜血 我都我都考虑不了 他圣盾肯定是要撞 我再算一下 撞一下 发血 然后抽火蛇 把那个边上那些杂毛送的 场上站一个四五 就可以单刷牧师了 是的 然后牧师抽一打一也没什么东西 他就算龙溪打了以后 人家还能再铺 而且牧师这个血量 散满随便摇两个图腾 他就得仿尸血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抽一打一的时候 就不要想嗜血的问题 嗯 撕了就死了 不过这才算 那要不然就痛掉这个 我痛的话可以稍微留一下吧 痛的话留给马桶最好 有火蛇 火蛇倒不用留 有火蛇就炸了 哇 那这样的话 死了 这个虽然我没算 但是看起来就死了 这个肯定死了 这个肯定死了 你要想四个生物 四个生物就12点伤害了 是的 因为一个13血 对吧 嗯 那这样的话也恭喜这边 墨西哥也是再次搬回一场 他们是不是有2比2 又是2比2的 又打A4战 没有2比2的 对 又打这个A4战 那今天也是比赛中最后几续 也是持续了非常久的时间 是的 但还不错吧 相对来说这最后两盘的比赛都比较精彩 嗯 我都困一波有精神 是的 其实之前解说的那场就是 海盗战烧绳的那是我最不能忍的 他烧完了我都快睡着了 确实还好 太子打的那把让我有精神了 是的 这样的话这个最后的A4战是 萨满对阵战士 萨满对阵战士 不过一边是已经获胜的选手 一边是刚才输了的选手 他们俩心态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是 但是也还好吧 毕竟A4战来说就是 嗯 就当一个新的来打 但其实这个比赛确实有点有点残酷的 到达到这个时候 因为 那个16进16进4都是单逃 嗯 前面其实打起来 我感觉晋级希望比较大的 毕竟是你看小组上 比如说 是进三个 就是八个队是进三个到四个这样的 嗯 然后是三个吧 然后再下一个阶段也是 呃 一个小组里进两个 嗯 所以就 到的 一到这个16进8 16进4的时候 就发现特别残酷 因为前面你看发现 其实输掉几场比赛 也还能接受 到后面的时候 你每一场 都是预示着进一步 或者是离开 很残酷 呃 也是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 这次这个世界杯的四强 是可以到线下去 参加这次这个决赛的 是的 嗯 我们中国队现在已经八强 对 中国队只差一场 只差一场 当然同样同样进入八强的队伍 还是 还是有非常多这个强敌的 比如说荷兰队 还有乌克兰 乌克兰 都是一些老朋友 还有韩国队也还算是不错 对 然后好像好像还有一场在中国 中国台北对阵美国队 嗯 有一场我记忆比较深刻 这一场因为两边都是比较 稍微比较强的一个 一个这个地区和国家吧 估计大家到时候又能看到什么 K神大战太子 是的 K神大战太子还是比较好看的 对吧 确实在做就是刚才这场比赛中 太子也是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局 打得很好 而且他那把很卡手 但是他思路特别明确 他从二飞开始就裸丢眼熟 是的 然后包括克兰特在这个春季赛的时候 也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这个防战对阵清余德 一场对局 然后太子反而在世界杯比赛中 就带来一场奶棋对阵清余德 对吧打得都非常不错 也是告诉大家 即使是大略的对决 打得好也可以赢 是的 确实在我们这个鲁石比赛中也是 在这个通过非常专业的比赛中也是能通过这些职业选手 或者是非常强大的大就是这些职业玩家给我们带来这些精彩的操作 还是比较少许 现在发现打鲁石其实最重要的是有耐心 是的 就感觉这把不行了有的人就想跑 然后随便打打就完了 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就是我刚开始打比赛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你在你遇到一个对局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该怎么赢 是对 尤其是像烈士对局然后都抽一打一的那个阶段 你就一定要知道自己抽什么是能赢的 对好像在我打打一阵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你要知道你你上来这个对局该怎么赢 然后你再去通过你的你很像太子就目的很明确 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战场一定要铺场才能才能打赢这场这场对局 是的 而这个东西你靠脑补很难脑补出来还是要大量的练习 是的 像这种哪戏打轻语都说不定人家都打过什么百石把了 确实 至少你至少这个对局练过五百把你就知道怎么赢了 确实 任何情况都知道 但是确实你在这个练习过程中你发现你胜率极低 对 但是你知道 练着练着就可以赢的那一场是该怎么赢的 这是一个任务战打铺场萨 那觉得应该是任务战优势了 但是任务战可能还是考虑可能会留这个任务 任务可以留 关键是解牌能不能跟得上 是那个乱斗是一定要留的 对 不管是什么萨满你先斗一波都没错 助甲师就算了 助甲师解决不了问题 余思网破我觉得也可以换掉 余思网破没有实施鬼 而且要配合也要到五非 如果他保守的留法是留任务加上乱斗 如果他就是认定了对面一定是铺场射约他 那就任务也不要留 那还是别认定了 今天刚改过萨满谁知道对面要戴上 是的 那还是比较稳妥的选择了留了这个任务加上 其实还要消斧都非常不错 但斩杀就有点弱 是的 萨满这里手牌都不好 三张要全换掉 命运歹徒但是没有进化 就需要进化一波 不过他进化一波下面也是可以乱斗来解决 哎哎 撤到了 我发现我今天有点开光嘴 操控比赛 是的 这边啊 一飞应该也没什么 没什么事 一飞就过了吧 装一装 然后误导一下战士 战士这里一飞也挂个任务 是的 并不能误导人家 战士 我发现今天的比赛中 这个任务战士多于这个 海盗战的 现在海盗战确实不强势 刚才我们不是看海盗战 连个德鲁伊都吹不过 是的 确实是 他又吹不过萨满 又吹不过德鲁伊 又吹不过快光猪 他能干嘛 呃 是有点 有点惨淡 咬个图腾 咬个图腾 嗯 貌似没别的选择 假装自己是一个万速的萨满 对 所以这套牌最大的问题 可能前期就会有点卡手 但是也没关系 前期卡手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好在他卡的是一套 而不是一对 对 一对真的是炸的 这边感觉提到好 提到 提到不砍了 因为猜测对面如果是慢慢的撒满 这个图腾是没必要砍的 是的 就算他是快速撒满 你这个02图腾也没 暂时没必要管 你只有我砍了下 会再摇一个步 还得砍 是的 砍完了太亏了 其实从比较远古来说 就一直来说这个 萨满对阵战士是一个优势队 是 毕竟是我是摇图腾 你是赚家 每一个图腾都要用小斧子来砍 对 小斧子还是要提起来 提起来就不砍了 反正他也没有怪让人家法枪去垫 是的 那这边轻易抓 好像也没什么用 算了吧 再咬一个 再咬一个 就当给溜屋减肺了 是的 好 那这边战士 可以 过个牌 对 顿挡过一手 战士现在就是 战士现在手牌就太差了 其实我觉得不差 反正打萨满这些牌 都用得到 对 他解牌比较多 但是他没有能拍的生物 是的 做个什么426527就很好 哎 这个馆长还可以的 只不过稍微慢一点 萨满我感觉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上一个655了吧 要不然实在是没成功 你总不能一直装下去吧 哈哈哈 对啊 马上就装不下去了 对啊 然后你到最后你把自己都骗了 而且下655也可以装 对 然后他就装到6费 一波进化 然后吃个乱斗 哎 哈里森一般般 但是现在好像防战都是开始带哈里森了 因为麦迪文太多了 他不带哈里森的话 被法师一个麦迪文拍下来就炸了 是的 带了哈里森就可以搭 而且哈里森吃什么骑士也不亏 对 骑士 萨满 对 就当过个牌呗 这里 暂时要 就是考虑要不要处理5 要处理的话也得砍一刀 然后接一个斩杀 还是解了 嗯 斩了吧 斩了再叠个洞 要不然这一回合又空过了 感觉节奏还是比较差的 如果不解的话就太被动了 就得靠乱斗来解 乱斗斗了活了他还得斩 呃 这个应该是摇头增加火蛇 最好是一个嘲讽 二分之一的概率 是的 怎么也应该有嘲讽 二分之一 没有的话好像火蛇 不能插 对 然后 爪子也不能提 那没有的话就只能过呀 没有就摇个图灯过了 对吧 对 这边 先摇吧 先摇吧 你怎么能这回魅影歹徒啊 魅影歹徒对面就太轻松了 我就肯定解了 那就暴露了 对 那 那要不要插火蛇 火蛇就打4 就等于说插完火蛇 对面直接一把武器就给你解了 这没必要吧 我觉得没没必要吧 他可能觉得我这个火蛇作用也不大 下波我就三个狮子带走你 三头狮子带走你 诶 时尾带一次网破还不错 但这波感觉 这波没有必要 对 这波好像是没必要解 看一刀算了 不过站在这里没有牌可以出 他有个5279 可以我拍一个哈里森 我拍哈里森倒是可以战场 但是哈里森打萨满 哎 萨满就那么一把刀 不一定摸不摸得到 而且基本上你只能吃到一半吧 嗯对 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也就过一张牌 过一张牌 对 有的时候应该值得考虑一下 但是这个我下个哈里森也不厉害呀 但是对面是一场狗 一场狗面对一个哈里森 我觉得还好 一个切闪电就垫掉了 对 垫掉的话下一回合我们直接硬币 加上这个馆长了 馆长也行 对吧 就看这个战士摊不摊 我觉得 鱼丝网破留一手吧 剪三个图腾还要交实施鬼家 鱼丝网破太巧得起人家了 是这几个免费来的东西 果然是啊这边是哈里森给出 然后砍掉火手 对 这边就是取舍一下 你总不能说要摊到未知的一个一张手牌 还不过的 算了 好那这边 那这波要进化吗 我觉得算了吧 进化完了 不太敢进化吧 铁不说吃不吃末日的问题 就是尝这么多东西一个乱斗 随便活一个 哪怕给你活个狮子又怎么样 还不说活人家哈里森 可能是先埃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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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埃也埃也不要 他就轻易闪电 接一个爪子 看你 反正哈里森也没了 是 然后下一波还是6 下一波再埃呀 或者是进化都可以 然后这波场上占五个怪 也很强 他进化吗 别的吧 好拼啊 一个乱斗就拼拼了 这乱斗真的有点伤啊 他这波如果是轻易闪电电 大家提个爪子 场上五个怪 那个战士一定要交友意来接的 哇 这几个一般般 这几个光战场倒是还行 但是这边 不能动就很一般 这边乱斗吧 乱斗的话就是活一个加基森就炸了 活个伊利丹还可以 因为有40分 哎就怕加基森 万一真活加基森怎么办 那就是这个 我觉得不新鞋 这个有什么好新鞋 他可以哈里森先撞加基森就完了呗 啊这也可以但是 但我觉得没必要 就别等着自信哈里森呢 不是活什么都可以 但是活加基森就炸了 所以就把加基森解了 然后再乱斗 这样有点太稳妥了 对吧 那 可是期望活哈里森这个概率很小 就跟活哈里森跟活加基森的概率是一样的 那你那你期望活哈里森 还好 跟对面活加基森不是一样的概率 还好这边 还好活了个最弱的 还好这边乱斗留的还行 这样的话 他们 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撞 我觉得没必要进化这一步 我觉得先拍个安亚 先去选一种 你不着急 嗯 就馆长 这里馆长和848都还行 但我觉得还是馆长好一点 848给对面留个武功 848就很大概率捐了 算了吧 对 但是馆长的话 馆长可以先 哎呀 但是他抽到了一个野兽这步伐 那馆长只能过到一个848 感觉有点亏呢 嗯 要不然就是实施鬼加上一个36 实施鬼加36 但是实施鬼交了以后 手里两个鱼丝网破怎么办呀 对 所以说鱼丝网破就只能配合这个 但是这回合的场面来讲 实施鬼接36就特别舒服 而且36死了 下回就能馆长过拍了 嗯 然后这边又吃手 吃手退化了 嗯 哇 这才上第一个嘲讽啊 哈哈 有点伤 这边退化应该会打的 退化 毕竟这个孔角龙宝宝不太想给你洗回去的 洗不洗回去倒不重要 主要是这回合 也不好解 他也倒是可以轻易闪见人家爪子给剪 但我觉得算了吧 两个特化卡手里 呃 身材没变 不是嘲讽就行 这感觉场功根本没变啊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是 这里要不然摇个图腾 然后剃个刀把32砍了 那一个走脸 如果是摇 如果法强的话 大熊我也打一手 大熊也可以 嗯 这样的话提刀 然后上个鰻鱼了 嗯 是最差的 那一个八四八不是炸 是的 一个八四八 然后三六再撞一下 三满就再见了 基本上没得见了 再见了 再见了 是的 然后这边 八四八 然后撞掉鰻鱼拖腾就可以了 是 而且手里留了很多 很多个AOE 对 手里有旋防掌加双预测网坡 随便打 这个战士虽然任务没有做了 但是AOE真的是全抓到了 嗯 其实这个战士打散吧 真的不需要任务 就需要AOE 对 只要把对面这个最强的攻势解掉就 就有了 是的 那一波净化持乱都太伤了 是的 这样的话 没必要继续解这个三攻的吧 我感觉把蛮鱼拖腾解了还还好一点 当然你 是的 在然你有旋风斩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去解三三 去保证一下自己的这八四八不被解掉 就保八四八 嗯 这样的话这个意大利选手非常难受 大悬窝打 哎怎么都顾不了八四八 而且八四八这个东西还不吃退化 他退化出个交友兽王不是更惨 我觉得可以先摇头疼 然后打一发大悬窝 不行的话再打一发大悬窝 清理闪电解掉 是的 就没办法了 现在这个手牌确实是没办法了 他选择直接打 他可能是想把这个打了 然后退化不行 哦 他这一样 就确实是要直接打 因为费用不够的 他要清理闪电然后看一道 对对对对 这边我确实是没有能看好这些 对 他出来一个四四 其实场面是还可以了 虽然是我们知道会吃一个什么 我们这边有没有其他的小一点生物 那完全可以先旋风斩 干不干脏鼠 脏鼠也没问题啊 脏鼠是没问题 但是脏鼠加旋风斩一丝网坡 这个脏鼠不就是 也不死的 平白无故受了很多的伤害 但是 如果对面有有东西的话 可以可能会剪掉 这边比如说有个马桶或者火蛇 一直不舍得出 对或者是第二个没赢歹徒 如果没有配合的话 拉出来就赢了 那这里还是脏鼠好 是的 反正二六二二 二六和二二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差别就是一刀能砍 这边一损 或者这边意大利学生 也就是摇了摇头 感觉非常的难受 来走来走来走 很伤 如果再来个轻一只爪的话 出来的是五五了 那还可以打 这个马桶还可以保 还可以可能 没有嘲讽 嘲讽接马桶 然后赌对面决不了 再过几张牌 也不是特别能打 哎没有再做 但是下一张如果来升级的话 是不是要翻 哎 先馆长再过牌 是的 这样可以 过到野兽和八四八 先过两张再说 这个只能过一张 因为那个被退化了 那个没了 对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回来升级 是有机会翻的 但貌似除了升级之外 没啥东西可以翻 哎 这个是最惨的 这个 因为已知对面是有八四八的 你上面有歹徒是等于送给他 就是送 而且升级可能作用也不大 八四八 雨伸往破 无需以下的生物全死了 对 这边 我说三一四 没有升级的话 没有用啊 这边选择三加五 然后一解怪 任务也马上做完了 那就没有办法 我感觉这个萨满 这把他起手比较卡嘛 前期什么都没有 就得靠六飞进化一波 然后他 他当初如果是先用别的东西 可以骗一骗的用力就好了 是的 虽然不一定能赢 我觉得这会儿可能说 上那个交流好一点 夏宏稳定的 基本上可以把任务做完 没关系 他现在已经不考虑做任务了 对 这边三一四去找一张牌 萨满的 那找个土爹吧 土爹的话也强行可以用一手 只能找个最大的强行 土爹摇个土腾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或者土爹中间插火手 爱姐姐 接着我就偷 这很难 这边 吃吃鬼 就我把任务做了吧 先三一四去找一张超后 嗯 空叫龙宝宝更好一点吧 嗯 四二六其实也挺好的 但是费用来说可能空叫龙宝宝好一点 然后再转个图 转个盾吗 都差不多 随便搞一个 然后 把对面长一几 是的 但是左边这个摩 摩托山守卫就不要拿了 摩托山打不过图腾 对 那个一七和二六 我觉得二六晚爆这个一七 反正 他可以二六加那个浇油 然后 吃一个 就用 那个烧人助甲师跟脏鼠 哦 他的意思是要提 要提下来这个刀吗 刀我觉得没必要提 这个问题就不能开炮 又不能去砍土爹 总不能 总不能拿脸去砍土爹吧 好痛啊 他是要 要剪 他他他既然选择了这个二六 肯定是要这么剪 也可以也可以 反正他写都不大的 要不然就拿一个这个孔小龙宝宝 不是 岂不是更好 是的 这里怎么办 这里猫死没得解了 这里就 这关键事 你连大漩涡都没有 退化意义不大呀 退化完了还是这些东西 对啊 而且这个 五废的 二六 三废的一四 已经够给面子的 退化完了肯定比他强 嗯 就 就没 没得办法了 应该是 因为你没有带头 如果带 而且人家手里名牌有个848 这里什么都不敢出 出哪个送哪个 对吧 就一脸无奈 确实是就不知道怎么赢了已经 确实没办法 这个上班只能前期一波把战士给推了 那意大利是2比0里先被翻了 是吧 这真的很悲催 这就很伤了 确实是 不知道输的这两把是不是同一个人 要是同一个人 他怕是要被揍了 这个 这个 出门就被队友给揍一顿 那这样的话 恭喜墨西哥队也是 绝地大翻盘吧 是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也是恭喜墨西哥拿到了一张这个8千的门票 嗯 他们再赢一把就可以去美国打线下的比赛 是的 我会开心